大家好,欢迎学习压力与情绪管理,我是杨鑫 我们继续来探讨焦虑这个奇妙的情绪 上一节我们已经介绍了压力的特点 那焦虑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症状呢? 根据美国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所记录的广泛性焦虑障碍 GAD,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典型的症状包括在至少六个月里对一些事件或活动 感到极度的难以控制的焦虑和担忧 同时表现出下述症状的三种以上 焦虑不安或紧张兴奋 容易疲劳 难以集中注意力 或大脑一片空白 急躁易怒 肌肉紧张 睡眠障碍 包括很难入睡 很难保持睡眠状态 或者睡眠质量不令人满意 担忧的通常不是某个具体的事物 但会导致严重的痛苦 损害社交 职业或生活中其他的重要方面 注意 这个诊断标准强调的是持续六个月 哪怕你已经对号入座了 但如果你只是间歇性的有焦虑的情绪 不等于你患上了一种心理精神障碍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焦虑的生物学机制 现有研究 普遍具有共识的是 焦虑主要发生在大脑中一个位于杏仁核的区域 杏仁核所处的位置 就好像一只剑穿过你的眼睛 另一只剑穿过你的耳朵 两只剑的交汇点就是杏仁核的位置 如果一个人的杏仁核功能受到损伤 就无法感知到情绪 当我们受到外部条件的刺激 比如开始关注期末考试这件事 这个刺激就会将信号发送到我们的秋脑 它是我们与外部世界感知之间的整合中心 这种刺激可能会进入到我们的听觉和视觉皮层 进行信息加工 也可能直接到达杏仁核 然后杏仁核会传递信号到脑干 脑干激活了我们的焦虑反应 介绍这个科学机制的原因是想告诉大家 尽管科学可以对情绪的生物学机制进行探索 甚至进行医学干预 但是情绪是大脑复杂的产物 它是我们意识的成果 科学永远无法对它进行充分的研究 我们只能在感悟中 或许更多地从哲学的层面去应对它 从认知层面 我们该如何应对焦虑带给我们的情绪体验呢 理性地去评估自己的能力 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 焦虑是因为我们对未知事物的强烈掌控性 比如你总是担心你的伴侣是否会依情别恋 一个人的情感是特别复杂的 你甚至都很难去掌控自己的情感意志 又何谈他人的意志呢 这是对自己行为能力边界感的认知偏差 你能做的是你能力范围内的事 了解彼此的差异性 用心去经营一段感情 而非任性地去挥霍对方对你的宠爱 更非以爱之名去隐形地绑架对方的意志 对于自己行为能力的边界意识 会帮助你放下对未来的执着 将注意力放回到当下 你应该专注的任务 将控制客观事物和人的欲望 转回到控制眼前应该做的事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活在当下 珍惜当下的原因 另外 我们要尝试去改变 对于结果 目标的信念 我们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可能十分焦虑 你是否会保研成功这件事 又或许焦虑激发了你所有的动力 去努力复习 你做了一切 你能为达成这个目标能做的事 但最终仍然有概率面对失败 我遇到过一个蹭客的旁听生 他已经工作好几年了 对于知识的渴望 他自己回到校园 几乎用了近三年的时间全职复习考研 他已经失败了两次 正在向第三次挺进 但是他并不焦虑 他享受这个学习的过程 并且合理地评估了他当下的生活状态 允许他继续自己的目标 他全情地透入复习当中 我还有一位朋友 是一名成功的商人 他曾经对我说 我最感谢的事儿就是当年我保研失败 我要是被留在了学校 或许就没有了今天的事业成就 这些故事都说明了一个共同的问题 我们对于结果在未来的价值评估 仅仅是基于你当下的经验和判断 生命的魅力在于 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你的剧本只是一个提纲而已 你想得到的并非是最合适的 如果我们把一个事件 放到一个更长的时间隧道中回看 你或许会发现 其实当初你如此执着的目标 或许并不是那么重要 那次失恋 那次考试成绩不佳 那次演讲发挥失常 并没有让你的生命结束 有舍有得 有得有舍 舍得舍不得 你终归是宇宙的一粒横杀 人生除了生死无大事儿 活着就挺好 我们再来看看焦虑这种情绪中 蕴藏的巨大的暗能量 包括了哪些呢 焦虑更像是黄色的交通灯 它在提醒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它会唤醒我们体内的动机 去应对当下的事物 朝着我们渴望的未来 目标挺进 比如说 你担忧期末考试 是否可以顺利完成 如果这种焦虑触发了你当下 有规划地 努力地去准备应战 在复习的过程中 你开始发现 你对你向往的目标 越来越近 那么这样的焦虑是有积极意义的 我们每个人的卓越成就 很多时候都是在焦虑中被激发出了巨大的潜能 我们也可以把焦虑比喻成认知中一种饥饿感 它让我们保持着警醒的状态去迎接挑战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 焦虑的潜质情绪是恐惧 是对不确定事物的恐惧 恐惧和勇敢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勇敢是你知道前路坎坷 但是你依然能够坚定地去执行你的目标 焦虑是一个让不确定变成确定 让模糊变得清晰的过程 如果说我们有了拥抱不确定性的勇敢 那么焦虑这股暗能量将点亮我们的人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